观众朋友晚安您好 欢迎收看1900重点直播 我是辛华为您新闻话重点 首先投票讯息呢 我们带您关注到在新北市传出了 警方与持枪屋主对峙的紧张场面 根据了解呢 原来这名屋主碰到朋友上门来寻仇 因为朋友指控他偷走手机 他心生不满 拿着放在家中的空气枪朝屋外扫射 而巨大的声响也惊动了附近的住户报警 而警察来到现场之后 屋主呢躲在屋子里头不肯出来 也不肯交出枪支 而警方不断的劝说 场面相当的紧张 最后是屋主的女友来从中协调 把两把空气枪拿出屋外 解除了危机 出动时名警察 严正戒备在民宅外 因为屋内有人持枪 他里面现在OK吗 首先得确认屋内有谁安全吗 邻居们也绷紧神经 现场另一个棘手问题 是证明情绪激动的黑衣男 除了女警耐心安抚 还有一名妇人挡在前面制止 这场惊险对峙就发生在台北市万华 移出住宅区 持续了半小时才终于落幕 除了警方不断劝说 妇人是全案关键 男子他坚持不肯开门 就是要跟警方对抗到底 而他的女友当时也非常的害怕 就趁机的从后门丢出两把枪 交给警察 原警取枪后 确认是两把长短各衣的空气瓦斯枪 持枪的是妇人男友 30岁成姓屋主 终于打开家门 结果插顶又跟黑衣男起冲突 导火线设两人喝酒聚会时 黑衣男发现手机不见 怀疑被陈姓屋主偷走 尽管对方多次否认 他当天又上门逃手机 陈姓屋主气炸 持空气枪 从铁窗缝隙 对外射击好几发 邻居听到枪声 立刻打电话报案 还好没射中黑衣男 两人反而隔空叫骂 警方事后送验枪支 尽管不在枪炮条例管制范围 但造成居民恐慌 依社违法开罚5000元 毕竟随便在小巷中对外乱射击 两人纠纷 差点就害无辜住户都遭殃 TVBN新闻 林荣市吴玉亚台北报导 而也是一对好朋友 他们投诉到台北市内湖的商旅 但后来柜台却发现 一名男子负商跑到柜台求救 根据了解 原人两人在房间里头发生了口角 而其中一名男子 居然随身携带刀线 二话不说 就往朋友的身上砍 导致了间歇冲突 而至于冲突的原因 警方还要再厘清了解 警方获报饭店内发生砍人事件 一到场就看到这名白衣凶鞋 走出大门上前拦截 当场上康要带回警局厘清 同时也叫来救护车 被砍伤的饭店住客身上多出刀伤紧急送医 当时一大堆警车和监视人员到场 也引来不少路过民众围观 却没想到竟然是发生流血刑案 事发在台北市内湖城公路上竟间商旅 一早六点多有房客满身是血 跑到一楼大厅求救 吓坏柜台人员和其他住客 其实这名受伤的无姓男子 早在前一天就和老婆一起入住 成型嫌犯则是在13号凌晨来到饭店 过程中双方疑似因为债务问题发生争执 嫌犯竟拿出预藏的开山刀攻击 导致伤者右肩及右手掌被砍伤 但警方斗场之后 竟在房间里面发现毒品残渣和吸食器 他是说他们是好朋友 那可能就是在聊天 有一些口角伤的争执所以吵架 为什么要砍朋友 为什么带刀去找朋友 成型嫌犯事后被一杀人未遂及毒品罪移送 但由于嫌犯和被害人都有毒品前科 当天是不是在房间里面开毒趴还要厘清 但被害人不提告 警方持续追查到底是什么纠纷 让好友反目在饭店砍人 而台中这名男子自己心情不好 不过跑到马路上打篮球 运球运者还觉得不够有趣 开始踢篮球 结果导致旁边的机车毁损 得负起赔偿的责任 民众拍下有男子在马路正中间打篮球 男子边运球边穿越双簧线一旁 还有契机车经过 他也不为所动自顾自的打球 完全不顾他人安危 还有民众拍到不同视角 男子除了打篮球 还把篮球当足球踢 球硬生生飞越对向车道 甚至还砸中路边骑士的后照镜 是听到他跟 就是听得到路边有 比较大声的那种争吵声叫骂声 他会跟其他路人骑真实 男子陆中打球地点就在台中龙井 6月12号下午1点多 鸿杏男子在陆中打篮球 还波及路旁 曾姓女骑士的后照镜 影片一PO上网 不少人说他出没在东海商圈一带 常常有脱续行为 起冲突然后警察又来 那时候我们是店家 在店家里面工作 听到电极办电极的say 我们跑出去看 有三名警察吧 警方说男子陆中打球 已经涉嫌公共危险罪 事后会寒送法办 至于马路玩球 还有道交条例可以开罰 女骑士没有提告刑事诉讼 她把影片PO上网 要附近的用路人多少薪 TVBS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还有不晓得是不是天气热 还是本来就心情不好 在台北市这两名女子搭公车相邻而坐 不过其中一名女乘客 觉得旁边的乘客靠他靠的太近了 不断有肢体接触 让他觉得不舒服 要求他坐过去一点 没想到就因为这个戏顾 双方就吵了起来 不仅吵架还动手 直接在公车上上演 两名女子互扯头发的戏码 吓坏了乘客 搭公车搭到一半 原本坐在一起的两名女子 却突然爆发拉扯 在车上越打越激烈 一旁观战乘客 有人开始录影 有人则是赶快通报司机 下一幕更上演扯法戏码 两个女人的战争 结果是宵夜洒的公车上 满地都是 事发在三重科运 红二三 这条路线专门往返关渡和淡水 当时已经是末班车 却在车上上演 互扯头发 警方初步了解 当时坐靠窗的高线女子 包包原本是放在隔壁座位上 联姓夫人已上车 执意要坐在这个座位 对方也拿起包包让位 但行车途中 两人因为相依而坐 高线女子不满靠太近 被碰到手背 才会吵了起来 引发车法大战 当时其实已经是末班车 但是两个人吵到 连司机都受不了报警 警方到场 把两人请煞车处理 也导致全车乘客 再被耽误了十多分钟 由于时间太晚 两名女子决定隔天 再到警局制作笔录 但这回只因为被碰到 就要打架 到底是对旁边的乘客 有多不满 还得等两人到完说明 才能知道 TV月轩利亚 难怪你先不先到 好 观众朋友 政治化重点时间 今天要继续带您来关注 朝野激烈对抗的立法院 而今天火药味十足 是在朝野协商的会议上 民进党立委庄瑞雄 对上了立法院长韩国瑜了 原来这场朝野协商 其实就是针对了 国会改革的复议案 那么要求蓝绿白三党的党团 还有立委们共同来讨论 而原本这个议程设定就是 每个党团不同的立委轮流发言 顺序是国民党民众党民进党为一轮 结果没想到呢 在Q委员发言的时候 立法院长韩国瑜呢 不小心误Q了庄瑞雄 但是就被民众党的黄国昌说 是不是要按照先前讲好的顺序呢 所以韩国瑜就说 那么接下来还是要请这个国民党的立委来发言 没想到此话一出引起了民进党党团总召科建民 还有庄瑞雄的不满 而庄瑞雄呢甚至直接在会议上挑战了院长的权威 认为他主持议事不公 双方就一来一往吵起来了 那么韩国瑜甚至气到问庄瑞雄到底在吼什么 那么庄瑞雄也说你才叫吼 但是韩国瑜说天地良心啊 他说他自己主持会议的时候尽可能的公平 执意庄瑞雄你不是鸡蛋你挑骨头 是在挑钢筋了 双方吵了起来 最后韩国瑜甚至气到不行 直接离开了会议室 导致议室中断了 不过随后呢这整整两个多小时的会议 还是做出了一些朝野协商的决议 针对复印案呢 其实目前已经确定 6月19号6月20号会召开全党的委员会 会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来列席说明 那么各党团会推派委员来进行10分钟的寻答 同时呢目前各党团呢 都会按照政党比例分别推出 国民党11名委员 民进党11名委员 民众党2名委员来进行寻答 而最终呢会在6月21号 进名投票表决 借实这个复印案 是否能够通过院会的表决 就在6月21号见真章了 不满被拍桌 立法院长韩国瑜愤而离席 中场休息让大家冷静冷静 原本针对复议案朝野协商三党团 却为了谁先发言爆发口角 你把我争吓的嘛 你话都乱讲啊 刚刚是黄国璋在讲话 他们两个在吵架 我要试图制止他们两个 让他继续讲下去 什么你整个家说什么我就关掉 你说下一个轮到我讲 现在一个鞋子之后 你就说什么 什么又跳来跳去 你当我是什么 为了发言规则 双方火气都不小 不只民进党立委庄睿熊拍桌 朝野对行政院长道立院说明 有共识 针对时程 国民党被妥AB两方案 方案A 6月14号院会上午报告 下午投票 方案B 6月17号召开全院委员会 18号院会上午投票 下午直询 民进党则主张充分讨论 不必敢在18号处理 经过近两小时讨论 朝野协商出炉 6月19号 20号召开全院委员会 审查复议案 并邀行政院长列席说明 21号上午记名表决 上述复议案于6月21号 星期五上午报告事项完毕 处理完毕 协商战告一段落 但表决大战 立院恐怕再上演朝野混战 TVB的新闻李国正 全院订阅台北上报道 不过这场朝野协商 也延伸出了案外案 也欢迎观众朋友 看刚刚的串协商表现 您觉得到底是鸡蛋里挑骨头 还是挑钢筋呢 整个议事您是怎么看的呢 因为我们接下来 带您看到 由于韩国原源 真的是气到离开了会议室 导致议事中断 但是呢在从立法院的这个公用的VOD的录影画面 大家看到这个民进党团的总招柯建民呢 他中间一度起身离席 然后呢从口中掏出一个物品 接起电话往外走 后来呢疑似在走廊外就飘出了烟雾 那么外界就在怀疑了 这是不是柯总招在立法院的会议室走廊抽烟呢 根据我国的烟害防治法呢 室内是全面禁烟的 而这段画面呢 也被国民党的市议员刘采薇给掌握了 他说已经正视下卫生局来检举 在立法院抽烟 而且他的po文当中还指出呢 这柯总招您好像是惯犯了 因为先前呢在行政院长的休息室 民众党团的总招黄国畅也指控他 也在里头抽烟 而这回刘采薇也要求柯建民不要回避 应该要主动道歉 并且也表达自己到底有没有遵守烟害防治法 请他出来自首吧 民党团总招柯建民上个月底 才被检举在立法院的行政院长休息室抽烟 当时主管机关台北市的卫生局 称说收到的是旧照 已经发函请立法院或黄国昌办公室 提供最新的检举照片在开罚 而今天上午 柯建民在立法院参与朝野协商的时候 突然走出了会议室 并在门口直接抽烟 全程都被国会直播的镜头拍下 而同时会议还在进行 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你还没搞清楚嘛 你不要才是我 你跳别人我没意见嘛 这你本来就是你院长 在朝野协商在主持嘛 时间就在今天上午的 9点48分左右 柯建民在协商的会议室门口吞云突兀 而根据烟害防止法第18条的规定 政府机关跟公营事业机构的 走在场所室内场所不能抽烟 因此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刘采薇 随即截图向辖区内的台北市卫生局检举 并且要求柯建民应该公开道歉 而今天立法院贵客也多 这个总统府的秘书长潘孟安 特别带领了考试院的提名人选一同呢 来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 不过早上呢才在朝野协商会议当中 气到离席 而下午潘孟安碰到他就说 哇院长您气色真好 不过韩国瑜也妙回哦 他说自己没有气死 只是气色好而已啦 而这场拜会呢也被视为是8月份 其实考试委员相关的任期就要到了 那么根据总统还有提名的结果 也希望呢能够获得立法院的同意 所以此举呢被政界是说 这就是潘孟安前来拜码头咯 因为包含了考试院院长副院长 考试委员的被提名人来拜会韩国瑜 希望韩国瑜可以给予支持 还有未来呢在人事同意的时候 能够给予行个方便 那根据了解 其实考试委员的提名人呢 其实横跨了各个政党 而其中呢包含邱文燕 吕秋辉他们具有国民党籍 但是呢国民党党部似乎 都还没有同意他们接受邀请 现在恐怕也会引发蓝营内部的提名 而这场拜会值得观察的是 虽然看起来呢 相当的和气也很欢乐 但仅短短拜会9分钟 一行人就离开了 总统府秘書长潘孟安 到立法院拜会院长韩国瑜 亲自到楼梯间迎接 一边在上考试院 七位先任提名委员 一位先任委员将这8月底卸任 要争取立院同意任命 打个招呼是必要之举 刚刚韩院长在致辞的时候 要送我们下来的时候 特别讲他是立法院最温和的一个 每一年大概有三四十万的考生 这些权益都也必须兼顾 那当然也希望未来送到立法院 排定议程之后 审议也能够顺利 似乎就怕在野背一个人事任命 潘孟安主动破题 只是原本预计半小时的会面 最后一行人 警报会等短9分钟宴离席 但其中还是有人借机 跟韩院长多讲几句 警抓韩国瑜的手 他就是这次获提名的邱文彦 与一旁的吕秋慧 都因据国民党籍 却未经党不同意 就接受邀请 引发蓝营批评 首度面对镜头仍低调不回应 党籍一律都以谢谢带过去 不过现有民党立委呼吁 废除考间应该即刻推行 那至于个别委员的发言 基本上我们尊重 毕竟发言代表总统 自己人就算意见不同 最多也只能说声尊重 再来带观众朋友关注到的是 祝容无情拆散了幸福的一家人 在今天深夜的时候 新北市土城有民宅 发生了死亡火警 根据了解呢 这一家四口跟女儿的男友同住 结果没想到 他们从事园艺工作 赖以为生的割草机锂电池 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导致起火燃烧 那么爸爸跟女儿率先发现 但是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父女俩直接从楼梯的窗户向外 喷爬逃生成功 但是这过程当中包含 妈妈还有这个姐姐的男朋友 却来不及离开火场 导致天人勇哥 而根据了解呢 由于这个割草机的 锂电池的爆炸燃烧 火势烧得相当的猛烈 在暗夜里呢 熊熊的火蛇 直接从屋内窜到了火外 而由于其他来不及逃的人呢 他们是从四层楼要向上逃生 不过由于四五六七 是属于楼中楼的形式 他们里头有室内梯 没想到就导致了烟囱效应 所有的烟雾呢 就向上窜烧 最后呢 太太跟儿子受困在六楼的楼梯间 而让人更为不慎唏嘘的 是女友的男友 本来他已经逃出火场了 但是由于打火的现场一片混乱 他没有及时找到女友 又重新返回火场冲上了七楼 希望能够找到自己挚爱的女友 结果没想到被掉落的铁皮压住 没有办法从火场脱困 因此也永远无法离开了 暗夜中 公寓窜出火车 熊熊烈焰不断从窗户冒出 火势越烧越猛烈 不时还传出爆炸声响 住户尽限逃命 有人睡眼轻松冲出来 还有人紧紧牵着小孩逃出 但有对面的住户发现 起火的公寓后方 有两个人站在阳台 跟邻居的铁皮屋顶上带酒 两人小心翼翼移动 但又很焦急 因为还有家人困在火场中 我是听到有那个消防车 开过来的声音 我说奇怪 那怎么事情我才下来看 警校人员冲进火场救援 把受困的住户带出火场 但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凌晨三年多 新北市土城发生公寓火警 这场大火多走三条性命 火警发生在七层楼的公寓内 消防人员出不调查 起火点是位在四楼的客厅 依次是锂电池冒出火花 声音大到连邻居都听到 不过火烟窜生得很快 迅速向上延烧到顶楼 迅速向上延烧到顶楼 屋主和女儿逃出来 但屋主的妻子和儿子 被发现困在六楼 女儿的男友则是在七楼 三个人死亡 其中女儿的男友被铁皮压住 困在七楼的楼梯口 无法逃出当场死亡 他456楼头 他是内集的 内集456 那起火的地点 应该是过我们的标准 应该在四楼 锦销人员发现屋主家中 有园艺相关设备 疑似爆炸的锂电池 就是其中一台割草机的 但火势怎么会 喘生得这么快 还要等火掉人员来厘清 提到二号赶来现场 对于男友的死讯难以接受 哭到在男友姐姐怀中 毕竟几个小时前 他们都还在讲电话 另一边在里长办公室 爸爸男眼悲痛 忍不住放声大哭 女人也相当难过 因为不止家人离开 男友也从火海中丧命 火在当下 女人扶着爸爸迅速逃往一楼 连衣服鞋子都还来不及穿 而同住的正姓男友 依次以为女友还受困屋内 自己跑出来后 又冲回火场六楼找他 但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想往顶楼逃生 却在楼梯口被铁皮压到 因此不幸丧命 一家四口加上姐姐的男朋友 同住一个屋檐下 除了弟弟外都从事园艺工作 看得出来感情相当深厚 姐姐男友的脸书上 可以发现她平时喜欢运动 PO了许多猫咪照片 也会分享园艺工作的贴文 而姐姐则是上山下海喜欢旅游 也爱去咖啡厅看书 性格开朗 只是这一次在活在后 却发生意外 实在是难以承受 另外同样罹难的弟弟 活在当下还在跟女友讲电话 听到吵杂声踏出房门一看 发现客厅失火 才赶紧挂掉电话蜜火 但后续完全没有消息 女友整晚睡不好 早期赶来却听闻噩耗 一夕之间家破人亡 因为一场无形大火 让彼此天人永隔 最熟悉的家 成了彼此最后见面的地方 体别新闻综合报导 而一家四口 有三人都是从事园艺工作 但是未来再也没有办法 看到他们一家出动 并且共享天伦之乐了 而这起火警之所以会如此之严重 我们就要带你了解 起火点呢 刚刚我们新闻当中有提到 疑似是这个锂电池充电 导致的短路起火 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而明札又是楼中楼的构造 而烟囱效应之下呢 虽然起火点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这张图哦 它其实起火点是在四楼 但是火跟烟呢 就随着烟囱效应 向上迅速的延烧 最终导致呢这个妈妈跟弟弟 他们倒卧在六楼这个楼层 而姐姐的男朋友呢 想要回去寻找自己的女友 最后在七楼的时候 也被铁皮压住无法脱身 而为何锂电池着火会没有办法扑灭呢 本来第一时间当地的里长说 其实是女儿跟爸爸发泄 锂电池在充电的过程当中起火了 并且泼水导致了爆炸 但是后来家属出面驳斥 他们很有尝试的根本没有人泼水 这是不实的讯息在此澄清 而观众朋友您在家中使用一些 锂电池的电器台电过去 曾经警告在充电的过程当中 有五大NG的行为 都很容易导致电线短路或是过热 引发火灾 比方说使用非原厂的电池或是充电器 不匹配的情况之下很容易短路起火 再来充电器过于老旧破损 记得要更换 还有充电时旁边尽量不要有易燃的物质 第四点呢 不是以充电次数来做计算 而是以循环来做计算 这是一个要留意的细节 同时充电如果出现异味或是电池膨胀的时候 就不要再使用相关的电器 或者是行动电源了 而消防员表示 如果在居家的环境当中 发现您的手机这种比较小型的充电设备 已经冒烟出现火事的时候 用这个湿毛巾将它包裹起来 避免它因为里头过热膨胀爆炸飞溅伤到您 并且呢用大量的清水降温是可以的 可是如果呢是大型的这种锂电池的话 也建议大家呢在铺灭前呢 最好用毛毯将它盖住隔绝空气 或者是使用泡沫型的或粉末型的这种灭火器会比较安全 拿起机器修剪树木 把大楼外的绿林修得整整齐齐 却是发生火警的园艺公司一家工作照 联署上分享大家努力上班的模样 如今却传出园艺用的工具锂电池爆炸 引起火灾还夺走三条性命 实际走访有贩卖修理机的店家 到底是哪一款酿成火警还要等火掉确认 不过由于锂电池的款式比较轻又没有距离限制 不少大厂牌都有推出 这充电式的 现在都是锂电池的方式 像他们这里都卖大厂牌的 真的大厂牌的话 他都必须要经过国家检验 业者强调使用锂电池的品牌多 有些来路不明他们也不敢卖 提醒消费者一定要看清楚 取锂电池的应用范围广 一旦发生火灾如何扑灭 比如说家用小型的锂电池的话 他大概都会建议不要使用干粉 也不要使用CO2或是海龙类型的灭火器 他用建议使用比较大量一点的 一个水性的一个材料 目前常见的锂电池会用在汽机车 行动电源手机电池等产品 起火燃烧后会不易扑灭 通常只能让它烧完 过程中还会释放有毒气体 建议可以用大量的水 雪物灭火器或是防火毯 减缓延烧速度 在燃烧的过程中它会大量释放氢气 甲烷 然后如果缺氧的情况下 就会还会有一氧化碳 今天在土城的这个案件 其实我应该想要釐清一下 它其实不是水的问题 它其实是它本身在释放气体 碰到明火之后 产生的一个爆炸 专家透露目前台湾夺起锂电池火警 都是类似的情况 依照过去经验需要用大量的水灌救 或是能够将燃烧的物品 放入大水池中整个炮入 另外则是灭火毯 目前卖场以及灭火设备的电脚 都有贩卖 能够承受上千度的火焰 才能够覆盖组绝火势 争取逃生时间 TVB新聞的张静元燕俊台报道 这起火警由于是割草机的锂电池熄火 不过生活当中会使用到锂电池的电子设备相当多 刚刚专家也特别提到 若是小型像手机或是行动电源的话 先用湿毛巾阻绝 那么把它浸泡出水里面降温 避免火势继续燃烧是一种方法 不过更为大型的像是电动车 或是其他的锂电池这样充电的设备的话 那可能就要动用到专业的防火毯 或者是说专用的这一些灭火器楼 我们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 但这一起火警当中也特别提到 由于它是楼中楼的设计烟囱效应 导致三个人无法及时逃生 而且由于是锂电池造成的火灾 灭火时间也更为拉长 所以专家也有特别的提醒大家 如果类似的环境情况当中碰到火灾 或者是您是住在社区大楼里面有高楼 在逃生梯或是楼梯间感受到温度异常的高 并且已经有浓烟的迹象时 建议要避开寻找其他的地方躲避以侧安全 楼中有的格局 室内就会有像这样的楼梯可以一直通到楼上 而住户表示当初在买的时候就已经盖好了 新北市土城这处社区外观看上去一共六层楼 一到三楼一户 四楼以上是一户 楼上住户唯一的出入口只有四楼的公共楼梯 有的是这样 有的是从中间加上去的 有的是这楼梯是在后面这样很类似都这样 就有三款而已的 发生火警的这户一家五口 四楼是客厅和厨房 父亲和母亲住五楼 女儿和男友住六楼 儿子则是住在七楼 凌晨三点多火灾发生时 其中三人来不及逃生 59岁的母亲和儿子分别被发现 躺在六楼的楼梯以及六楼厕所 女儿的男友则被铁皮压住 困在七楼的楼梯口当场死亡 唯一逃出来的只有父亲和女儿 被邻居目击一度爬窗 站在公寓后方阳台 跟邻居的铁皮屋顶上等待救援 火场最致命的就是浓烟 透过消防人员的模拟影片 可以看到只要门没有关好 烟和热就瞬间往上跑 而这个建筑物当中的楼梯 就像这回起火的民宅 属于楼中楼设计 逃生时如果遇到浓烟或感受到热 千万别靠近楼梯 可以关门待在安全的室内 用毛巾或是衣服塞住门缝 阻挡浓烟等待救援 父亲和女儿惊险逃出 却再也没看见心爱的家人 TB新闻综合报道 而再来看到这离谱的倒刷事件 新北市有一对夫妻 他们跑到网路上去购买信用卡号 作为自己网购日商的保健品使用 而其实银行发现状况不对 早就停止支付给厂商款项 但是厂商老早就出货 这导致这间公司损失了50多万元 才刚走出家门 就被便衣刑警前后包夹 穿白色上衣男子吓坏了 只好乖乖就范 在家门口问他密码多少 竟然还想装傻 瞬间哑口无言 但早就被警方盯上 全是因为这名白衣男和妻子 年纪轻轻不好好赚钱 做偏门工作 倒刷别人的信用卡 远景进到家中搜索 藏着满满的人头证件 甚至还有毒品 警方调查31岁的这对夫妻 从境外网站 还有通讯软体 以每笔50元人民币 约台币220元 买了外流的信用卡号 又准备一批假人头资料 注册会员 借此刷了4笔 一共51万元的保健食品 电商看见大笔订单 如期出货 但这时银行发现怪怪的 确认后市倒刷赶紧停止支付 电商货款没有拿到 出货的保健食品 也被夫妻两变卖还钱 灰色外套男子是31岁的余姓嫌犯 身为夫妻的朋友 却是当共犯车手 负责制造断点 去领倒刷买来的商品 双方不碰面 而是辗转交货 这回通通遭到逮捕 以为花小钱买信用卡号 就能买货赚差额獲取暴利 幸好银行即时发现异状 认为是争议款项没有支付 不过电商亏损的51万元商品 货拿不回来 只能向嫌犯们拿回账款 TVBS交换文素佩宇 新北市采访报道 而再来房仲的一封信 害得家住在中部的林小姐 家庭差点失和 原来她想要存老本跟投资 偷偷在嘉义的泰保 买了好几处的房产 而最近房市正热 很多仲介不晓得 从哪里弄来她的个资 还有家里的地址 寄送了收购嘉义泰保房产 结果被她的家人发现 妈妈怎么瞒着自己 做如此巨额的投资 引爆了家庭革命 而这一名受害者 就非常的不满 认为房仲到底是从哪里 弄来她的个资 害得她被家人针对 十平左右的套房 除了卫浴 还能摆下一张双合人床 以及其他家具 甚至还有一个阳台采光良好 没想到有房仲 为了获得屋主尾卖 居然把信寄到了户籍地 让当事人气炸了 各支外泄的也太夸张了 这个不处理 一直有这个问题 原来房仲位于嘉义泰保 由于有高铁站经过 获得买方青睐 但房仲却能知道屋主是林小姐 还把信件寄到中部的户籍地址 由于这是林小姐 为了防止孩子啃老 私下买来储蓄 家人并不知情 没想到房仲的收购信 接二连三寄来 导致消息曝光 第三次 他前两次他都 自己拿丢掉就好 这次刚好被阿牛收到 你寄出来之前你就要想 你会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还有你的个资怎么来的 有造成他家庭上的困扰 所以我在此会对林小姐 再次感到抱歉 被点名的 就是嘉义这间房仲业者 他们除了再次道歉 也否认有盗取个资 其实是我去透过第二类藤本 任何人都可以调约的 所以是没有所谓的违法的行为 根据房仲申请的第二类藤本 确实可以看到屋主姓氏 并从身份证的开头 知道性别 而且地址也是完整 但其实现有 互贞单位的藤本 共分三类 第一类讯息完整 但只有本人及委托人可以申请 第二类只有揭入部分讯息 而第三类 虽然又比第二类讯息更多 但必须是利害关系人才能申请 因此第二类藤本 确实最常遭到使用 但如果不想公布在房屋买卖时 也可以申请遮蔽 任何一个地震事务所 那他是主动申请 来申请这个住职隐匿 但不管如何 林小姐的秘密意外曝光 还差点引发家庭纷争 就算收购信没有违法 但房仲收到反效果 最后惹到一身心 TVBS新闻季健亨 嘉义报导 而再来关注房市的动态 今天央行里监视会议 已经正式举行完毕 而在会后的记者会上 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 利率不升息也不降息 没有做任何的变动 维持既有利率不变 但是出众手打房了 存款的准备率要调高一码 7月1号开始实施 而六都加上新竹的县市 未来如果个人购买第二户 现代六成 这就意味着换屋族 您要换屋 没有要释出原本手上那一户的话 恐怕您的自备资金要拉高了 而且不动产业者坦言 这样的政策上路杀伤力太强 建商也很担心买器会重挫 而且自备款恐怕会成为换屋族 心中很大的压力 利率不变 这个大家都猜到了 所以没有surprise 这次央行真的没surprise 符合市场预期 13号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但打房倒是有备而来 我的存款准备率提升的时候 基本上我对通膨 不会有抑制作用 面对房市太过火热 央行大动作调升 台币存款准备率0.25个百分点 从7月1号起实施 更祭出第六波信用管制措施 针对六都加新竹县市第二户房贷陈述 从7成降到6成 6月14号起实施 而不动产业者表示 立即上路杀伤力极强 以3000万元的房子来说 贷款陈述再紧缩 等于换屋族要短时间内 多伸出300万元交污款 泰家开发董事长呂金发则表示 卖气一定立刻重挫 整体的市场上面或许也不无说 暂时会有一些这个停看厅的状况 也就是说不管是建商 他在推案上面 是不是要看一下政府的风向球 就连相邻建设集团董事长赖正义 也直言建筑成本高涨 建商利润大减 希望政府别再打压 一年大概只有2到3%的利润 算是艰苦行业 是不是请中银行能够体恤业者 事实上目前我们的销售状况 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好 这次央行深准不升息 也让有购置第二屋计划的民众脸绿了 因为自备款上恐怕就要多准备 房市是否真会因此由热转冷 各界关注 帖部的新闻 新闻想刘轩 SNG小组 三毛岛 好 针对央行这一波呢 在六度包含新竹县市 购入第二户 贷款成数最高只能六成 这个新的政策算是打房吗 还是打到了换屋族 欢迎大家留言我们互动 不过刚刚新闻在播送的过程当中 这个GG Kevin 他就认为刚刚建设公司的老董说 2到3%的利率似乎他是不太买单的 那么呢建民也说第二户只能贷六成 那么自备款不足 那么第一户就要拿去带了吗 那么CitySuit也会认为 是不是政府不敢打囤房呢 那么EVO也说 建商都是大金主 政府是不是不敢得罪 所以这一回这样的政策呢 您觉得是打房 还是是说 对于抑制过热的房市效果有限 欢迎大家留言 共同与我们讨论互动 而近期呢相当火热的 还有股市 今天股市可以说是站稳了 2万2千点了 同时台积电依旧一支独秀 盘中出现了935元的高价 而中场收在919元 而现在股市火热的程度 也从ETF的成购的人数也看得出来 目前已经累积到了845万人都有购置ETF 这连大学的社团里面 投资社也大为盛行 还有大学生说 靠着短进短出的策略 他最高记录 一个礼拜赚了3万块 展开股市先看大盘 再确认个股 手机看盘成例行公式 云轩今年才20岁 是东吴大学证券研席社社长 18岁正式投资短线进出 当一暑假投入十几20万 买股票短短1.5周 赚了2到3万元 可能你3到5秒钟 然后就花获利四五千块 我们想赚钱 对年轻来讲是一个动力 大学瘋投资 其中台积电很好 尤其周市除息 苗田席 股价又飙高 6月13号开盘923元 盘中一度抽到935 创历史天价 中厂价格919元收盘新高 但有网友问 是不是要把200万全部O in台积电 以今天来算 大概可以买2张加上176股 现在早上900多 那我觉得它 后续在涨的幅度 应该也相对的比较有限 有时候可能会分歧把它放进去 而不会一次投 去调一些 可能一些还没有补涨回去的 所谓补涨回去的股票去购买 会比较有投资的前景 大人点出台积电就算从900多到1千 投资报酬率也只有10% 投资ETF会相对保险 以上一周来看 ETF新增8.5万名股东 收益人845万 连续15周创新高 其中00919是人气王 00936和00918 也吸引超过1.2万人投资 至于瑞姐最多的则是00940 少了7200人 专家提醒现在台股热 ETF几乎成国民投资 但进场还是得要谨慎 避免亏损 体育新闻李明慧家庭台北长报导 那么目前股市频频 创新高的态势之下 线上有很多网友共同都在留言讨论 很多人表示呢 其实现在大盘相当的好 会不会出现泡沫是反转呢 那么Dintalk也说台积电股价上扬 受惠者会不会是外资呢 不过相信有很多投资人呢 在这一波的AI浪潮推升股价当中 应该也有赚到一些获利吧 而再来呢另外房币有些人 他们倾向投资的是贵重金属黄金了 今年的黄金价格呢不断的攀升 美国跟南韩的卖场都出现了小金条热卖的现况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过去大家都会觉得 应该是只有长辈会喜欢买金条吧 因为金灿灿的又很保值 但这样的刻板印象可能要被突破了 因为现在市场就发现千禧世代夜风黄金 美式大厂里最让业者笑得合不拢嘴的 不是这些日用品 而是不到32公克黄澄澄的小金条 The bars are small, weighing one ounce each But still, Costco was having trouble keeping them on store shelves Wells Fargo estimates that Costco is making between 100 and 200 million dollars per month selling these gold bars 一个月就有上亿美元的进账 归功于美国民众对黄金的关注 尤其是千禧世代 根据金融业者的估算 千禧世代的投资组合当中 有百分之十七是黄金 老一辈的战后婴儿潮 黄金的投资比例才不过百分之十 尽管五月底金价下跌 但今年创下27次的金价新高 比起S&P500指数 显然上升速度快的许多 确实让不少投资客跃跃欲试 分析师认为黄金价格上涨 跟中国大陆市场的波动 有很大的关系 有这些谣言 这些主义公司拒绝了 中国可能能以中国的资认为 这当然产生在中国投资者产生中 我认为另一个重点 是预备 美国国家是一位最大最大的银博士 对中国的投资市市场的投资 当然被这些投资者产生 也自然被扫充了 预备的投资者 專家認為美國聯準會即將降息 也是推升金價的原因之一 通常利息調降時 黃金價格也會水漲船高 但專家卻認為就長期來看 黃金並不能獲得太高的投資利潤 因此不應該占太高的投資占比 由於聯準會利率調整 將對黃金價格帶來風險 黃金價格可能持續回調 不過目前包括中國大陸 還有印度對黃金的需求量 仍然很大 而且市場表現穩定 因此分析師判斷 如果歐美買家 對黃金持續表現出高度興趣 確實還是有機會上看一盎司3000美元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觀眾朋友 如果您正在收看我們的TVBS網路新聞直播的話 要邀請你趕快拿起您的手機 按下面的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即時的新聞訊息 還有資訊趨勢不露階 還有還有正在看電視的觀眾朋友 也麻煩您拿起您的遙控器 一樣幫我按下訂閱的按鈕好嗎 周一到周五的時候 我們晚間的五點鐘到十點鐘 從國內外大小事還有時事趨勢不露階 還有到十一點鐘 觀眾朋友在這邊追加為您說明 邀請大家按下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周一到周五鎖定我們的直播 會有專業的主播陪你聽新聞看新聞 還有聊新聞留言互動了 而持續帶觀眾朋友關注到的是 近期呢其實夏天到了 您有計劃到屏東小琉球去清淨海洋嗎 最近呢有民眾去浮潛的時候 發現由於現在是海膽產季爆發的時節 但結果沒想到在遊玩的過程 就被海膽刺傷了 導致蜂窩性組織炎 提醒您要多多留意了 手指頭腫了起來 甚至還留有黑黑的痕跡 遊客說母親節假期到小琉球浮潛 卻遭到海膽刺傷 當下我就是其實想要下去撿那個挖鏡 然後沉下去的時候 手一伸挖鏡還沒碰到的時候 結果就是感覺手很刺痛 手拿來看 然後發現上面插了十幾根黑黑的刺 潛水店家反應就說 你們怎麼沒有給手套 這個海膽那麼多 然後他就說那個不會怎樣 常常有人被刺到 他說沒想到一個禮拜後 竟然引發了蜂窩性組織炎 說那個刺的成分是蛋白質 然後如果說多泡熱水的話 就會代謝在體內 醫師也是繼續開抗生素 然後還有那個止痛消炎的藥 一個月後了 我的手其實還沒有完全好 小姐這本來炸什麼了 你說這不能解嗎 對啊 海膽不能啊 沒錯 這小琉球草間帶 帶著海膽本來也是保育生物 但近來梅式長海膽 及口塞海膽大量繁炎 嚴重侵蝕膠炎 影響潮間帶只被生長 危害環境 因此獻服公告 7月1號起 也將梅式長海膽 及口塞海膽 從保育對象除名 當地的海膽真的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是有必要的 海膽蝕行先不強調民眾 如果被刺傷 經過衛生所醫師評估為輕微個案 只清洗消毒 並未叫反加泡溫水緩解疼痛 不會收取健保卡及費用 除非有破傷風或嚴重過敏疑慮 才會進行醫療處置 及施打破傷風疫苗 QVBS新聞 而全球科技圈的話題 馬斯克的新資案 究竟會不會通過呢 最新的消息是結果是肯定的 根據了解 特斯拉的股東會 今天通過了 馬斯克560億美金的薪酬案了 可以說是非常的驚人 他即將拿到特斯拉25%的股份 不過與此同時 其實馬斯克針對公司內部的治理問題 傳出了性別平等的爭議 原來有員工出面爆料 他把公司當後宮有實習生 受到他的喜愛之後 職位三級跳成為了主管 還有前員工出面爆料 他說馬斯克對於女員工 常常開黃色笑話 讓他們感受不舒服 SpaceX的老闆伊萬豐 馬斯克多情多精 已經生下11名子女 現在又被華爾街日報踢爆 馬斯克根本就把自己公司當成後宮 多名員工就爆料說 馬斯克秘密情史很豐富 包括2017年看上 小20歲的嫩妹實習生 讓對方空降主管 2016年還要幫空服員 買馬換取親密接觸 2013年還有女員工出面指控 馬斯克逼他生小孩 前員工爆料馬斯克就是 性別歧視的根源 常常評論女性的內衣尺寸 還開黃腔 更逼員工要追蹤她的X帳號 要看她發廢文 那些人挑戰 動物的環境 如果他們不喜歡 他們可以找到其他人 不過馬斯克現在可是樂歪了 週四特斯拉股東會通過他 560億美元的薪酬方案 他曾經放話說 若不給他加薪 他就要去其他公司發展AI科技 不過蘋果跟OpenAI結盟之後 外傳馬斯克為了打對台 打算攜手南韓三星 推出AI手機X Phone 馬斯克回應說 不無可能增添想像空間 女生做不到 不過不管是大老闆 還是一般人 對於女性還是要保有 適當的接觸的助理 不能讓人覺得不舒服 彭湖這一位SUP的教練 就被女高中生指控 常常有意無意 想要私下跟她相處 甚至在操作SUP的過程當中 故意翻倒 SUP讓她落水 那在協助她登板的時候 有不當的肢體接觸 女子和媽媽兩個人 開心蹲在槳板上 慢慢的左右滑水 一旁還有男教練協助指導 女子體驗SUP立獎活動 沒想到卻是不愉快的經驗 指控這名教練對她性騷擾 8號下午一名17歲 女高中生和媽媽 淑公三個人前往澎湖 體驗SUP水上活動 女高中生控訴過程中 教練不只將她帶到 人比較少的地方 還一次故意搖晃滑板 讓她失去平衡而落水 在趁著幫她上板時 進行不當的肢體接觸 因為沒有過大的動作 不可能這個SUP的 這個滑板會 會有不穩定的現象 或失去平衡的現象 而傾倒 更況那天的海象還滿不錯的 風平浪靜 怎麼會有這種現象發生 我們就不得而止 女高中生還指控 這名教練期間還多次言語騷擾 不只要求把泳庫外面的 牛仔短褲脫下來 還頻頻要IG帳號 讓她覺得身心受創 決定對教練提告 我們這邊是要求業者 先把該員調離與遊客 能直接接觸的職務 如果這件事情是屬實的話 我們公主這邊也強烈的要求 我們的業者一定要重嚴處理 這種事情不能再發生第二次 沙灘主管機關要求業者調查 並且不得再發聲 而被指控的教練 目前正在休假中 當事業者也不願意多做回應 事情過了一個禮拜 仍然讓女高中生的心情難以平復 鐵別新聞 陳正 陳家彤 鴻湖 採訪報導 而拉拉對女神林香近期露面 長得不太一樣 她坦言自己做了醫美 醫生說可能是梳眠惹的禍 穿著灰色外套戴起帽子 拿著棉花糖在路上邊走邊吃 拉拉對女神林香日前飛往韓國旅遊 也不忘在IG分享日常 日前回國透露除了吃吃喝喝 還安排了其他行程 我們這趟是醫美研究室 經常上鏡頭想要看起來美美的 林香把握機會體驗當地醫美 沒想到十一號她卻自爆 打完玻尿酸後照了鏡子 卻被自己的模樣幽默到 公開自拍照 眼睛周圍藍色的東西 疑似有冰敷作用 林香說自己先前在韓國做醫美 認為當地產業相當發達 就做了幾個保養項目 期間有使用舒眠麻醉 所以沒有全程緊盯 沒想到會腫成這樣 進修成果似乎超出她的預期 第一個是溝通的部分 雖然有翻譯人員 可是其實有時候 諮詢人員沒有辦法全程陪在旁邊 會造成我們想要的 跟施作起來會不太一樣 大部分非手術性的醫美療程 是建議可以不用舒眠的 主要是安全性的問題 麻醉的情況下不會有痛感 所以少了一道保護機制 醫師表示 人體可以承受的能量 每個人都不同 睡著後更不會知道 自己被打了什麼 且台灣的醫美 更偏向於醫療行為 基本上都有經過認證 因此找到合格診所 才不會開開心心做醫美 卻變成毀容意外 TVBS新聞林運真實獸綜合報導 台中有45歲的球友 忽然心臟麻痺昏倒 好險及時送醫 就毀滅 洪先生45歲喜歡打棒球 5月初他跟兒子去打球 在球場差點丟了性命 救護車趕來的時候 球友忙著急救 當時他上場打球 心跳加速感覺很不舒服 趕緊下來休息 但是情況無法控制 昏得過去 是急性心肌梗塞 現場歐卡送醫 幸運的救了回來 這條命真是撿回來的 他胸口還痛著 緊急救命時刻 每個過程環環相扣 他一倒下 隊友輪流急救等救護車 救護車也來得快 因為事發地點在烏日溶泉球場 號稱最有安全保障的球場 距離烏日連心醫院700公尺 轉個彎就到了 途中救護車把心電圖傳到醫院 告知心肌梗塞 醫院已經做好了 新導管手術準備 到醫院前失望 因為剛好在球場 在那個醫院附近 現場的球場馬上放我做CD 洪先生不焉不酒愛打球 但是也愛吃燒肉甜點 因此高血脂高血糖 醫師說他冠狀動脈左前降肢 竟然百分之百完全塞住 屬於隨時會猝死的嚴重程度 左前降肢完全阻塞 在打風之後已經完全通暢了 心肌梗塞黃金治療時間90分鐘 也是國際標準 醫療團隊這次花了72分鐘 林先生觀察五天出院 目前需要定期回診 醫師提醒需要規律活動 不能激烈運動 飲食清淡八分飽 求友119醫師大家合力 加上幸運的距離 好不容易救回來的性命得更加珍惜 TBS新聞陳鴻義無數平台中報導 美國的熱狗大衛王被禁賽 因為他接受速熱狗的贊助 3 2 1 一口一個參賽者拿起熱狗猛塞 這位綽號大白殺的美國大衛王明星 切斯納曾經16度贏得 每年7月4號在紐約舉辦的吃熱狗大賽冠軍 只是今年卻是得冠無望 因為他被禁止報名比賽 熱狗大賽主辦單位表示 多年來試圖和切斯納談合約 沒想到他居然接受對手的贊助 還是純述產品 讓主辦單位氣得將他競賽 主辦單位也表示歡迎切斯納重返大賽 只是要先放棄競爭對手的贊助 切斯納在社群平台發文表示 參賽19年沒想到會落得競賽的下場 也表示主辦單位沒有簽合約 對方卻突然改變遊戲規則 令人不滿 不過切斯納並沒有打算放棄大衛王的光榮 宣布9月2號要與日本大衛王小林尊 展開頂尖對決 並在Netflix上直播 日前曾經宣布 引退的小林尊也接下贊帖 放話表示會贏過切斯納才要退休 TVS新聞綜合報導 而吃到菜瓜布卻只賠300 為了方便很多人都會吃超商的微波食品當一餐 但有人進來在裡面吃到了不明意味 就是這個類似菜瓜布的不明纖維 紅白香煎 長絲狀 繳獲在辣椒裡 江小姐不敢再吃 當下隨即拨打1919向食藥署檢舉 也同步向超商反應 不過當天卻接到來自代工廠商的來電 一開口說要寄給江小姐500元 更說若便當79元 三倍給你300元 全程沒交代食品中 怎麼會出現不明義務 也沒提出改善方式 江小姐質疑想用錢來打發 那個便當就是79塊 你也不用寄什麼500塊給我 結果呢 這間代工廠接下來說的話 讓我覺得很傻眼 他說 那那個你如果覺得是79塊 那我不能三倍我寄300塊錢給你 根據小保法第51條 企業經營者因為重大過失 所致的損害 消費者得請求三倍以下懲罰性提偿金 不過業者該如何處理 必須等行政機關做出行政處分進行調查 在調查結果出爐前 除非有緊急危害 否則無需預防性下降 詳細的警察結果會由地方衛生局 依照警察的結果在救死安法來論處 裁罰6萬到2億元 代工廠商沒交代清楚的食藥署強調將隨即展開調查 而販售超商則表示第一時間已經和消費者聯繫 並立即請廠商進行了解 後續將再積極與消費者溝通 當事人最想知道的是這坨疑似菜瓜布的東西究竟是什麼 怎麼會出現在便當裡事發兩天至今人沒等不到答案 還有韓國泡麵因為太辣被下架 這紅通通的湯一喝就好辣好辣 如今韓國這三款辣雞麵就是因為太辣了被丹麥下令召回 韓國泡麵辣還要更辣成為許多士辣族的最愛 不過丹麥科技大學食品研究所評估 南韓三養集團的火辣雞肉湯麵 兩倍辣火雞麵和三倍辣火雞麵 辣椒素含量過高 呼籲消費者丟棄或退貨 比一比知名的新拉麵辣度 史高維爾指標約三千四 不過雙倍辣火雞麵飆到六千 三倍辣火雞麵更破萬 然而面對產品被丹麥政府下架 三養食品干到不可思議 強調產品絕對沒問題 將依照丹麥法規進行應對 醫師表示吃太辣可能會造成身體不適 而台灣的食藥署則表示 因為管制標準沒有包含辣椒素 因此還在了解中 目前沒有下架計畫 不過呼籲消費者吃辛辣食品要適量 才不會造成身體負擔 TVBS新聞新聞廠劉宜萱 台北策馬島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